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是2020年的元旦日 首先在這裡公祝各位益友 身體健康、家庭和睦 在新的一年百尺乾頭更進一步 只有堅持下去 我們才會見到希望 現在我們就一起看看一宗遇上私了 避開年事件 話說昨晚有網民號召在各區捉成人鏈 在天水圍那裡有一名金毛的中年男子 竟然要求市民停止人鏈的活動 並且嘔吐市民 起先這名金毛的中年男子站在樓梯上 顯得相當威武 嘴裡掌握口煙 鬆容不逼辱罵市民 他就說連樣子都不敢見人 少你老母扮大佬嗎 接著那些黑衣人 當然是不抵得他 少老母說這種侮辱性的說話 接著就一躍而下 就罵他轉頭 不要少啊少你老母 即是罵他 開始就口角了 繼而當然是產生了肢體的衝突 接著那個黑衣人 竟然一巴掌握了中坑 接著樓梯隔後面還有一隻鬼手拍打他的頭 這名男子似乎反應得非常遲鈍 他的嘴裡依然是掌握口煙的 但是就呆著呆著 沒有還擊 隔了兩秒後 這名金毛終於動手了 其他黑衣人看到這種情況就一躍而上 整班人衝到樓梯包圍著這個金毛男子 在這時候有一名黑衣人士非常聰明 擔起了一把傘 整個畫面就被一把雨傘覆蓋 簡直就是什麼都看不到 在這時候 李大學生報的編委會記者 這個記者非常懂得走位 走上樓梯的上邊 用這個角度拍到樓梯下邊 這樣才能看到畫面 鏡頭就繼續拍攝了 這時候那個金毛男子 褲子也被人扔掉了 露出了兩戒八月十五 與此同時有一名在天橋上看熱鬧的主婦 大喊了一句 扔他到地上 喊得非常之欲緊 這時候那名的中坑 已經被黑衣人扔到地上 扔下扔下 右邊的鞋更加扔掉了 然後不知被丟到哪裏 只剩下一邊鞋子 說時前那時快 有一名黑衣人 不知道在哪裏 拿了一個小心地滑的黃色膠牌出來 喊喊喊兩聲 整個膠牌就散了 說時前那時快 另一名黑衣人 拿著一支紅色的噴漆 截截地對著他的眼睛射了兩下 然後全部人都散了水 不知走到哪裏 這時候那名的中坑 驚雲未定 握著一把黑色的傘 突然站起來 依然對著市民 依然是在對峙 然後有一名年輕人 突然大喊了 你黑鬼什麼小你老母 這名中坑不知道在搞什麼 可能是即時反應不夠快 竟然將那個年輕人的說話重複一次 罵回頭 你黑鬼什麼小你老母 就是撿人家的口水尾 然後有一名市民 就參附著他 下了天橋 離開現場 這壇就是一名天水圍的金毛大哥 遇上這個私了 避開連的事件 這條片段在網上都封存了 希望那些藍絲也好 那些什麼人也好 就不要對於人家的和平理性活動 這麼多機格 捉起人鏈也看不順眼 實際你也可以捉起人鏈 不過你不夠人 你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其實就是巴渣的極少數 我們再看看另一件事件 就是行政長官林鄭 昨晚在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的陪同之下 去到警察總部 所謂了解警隊的後勤資源服務 和警察公共關係科的工作 其實就是在搞一些政府內部的公關show 了解什麼工作 每天四點鐘 車天車地記者會 就是他們的工作 不用了解嘛 是不是呢 同時他就在鄧炳強大署長的陪同之下 了解警察為前線執勤警員提供的膳食安排 為前線人員打氣 感謝他們在過去一年在極其嚴峻的環境中 專業地執行職務 維持香港的治安 還特別感謝在場服務的義工 過去幾個月以實際的行動支持警隊 這班人的善食安排不是白食的 根據最新的數字 真是不知所謂 不知吃什麼吃得那麼大胃口 而且林鄭在對著警察致辭時 更加大言不慚 他說什麼呢 他說往後日子 他們只有一條路走 就是堅定意志 壓止暴力 將違法行為之徒誠之於法 相信正義永遠站在他們那一方 儘管仍然是很難 這壇公關show 反映了幾件事 第一點 你這個林鄭就是警總那裡 派什麼飯盒等等 你是想穩住警隊裡面的士氣 你這個人非常偽善 你只是派不吃 根本上放不下你的身段 你只是一個藍血人 你擺脫不了你的身份 賺416,500元每個月 你不吃的 你吃得下嗎 好了 派完之後自己也不吃 但是警察就激烈鼓掌 為什麼呢 以他們的知識水平 文化水平 教育水平 和智力水平 當然是會接受這套垃圾公關show 當然覺得林鄭 輸尊降季 他們走下去跟他們支持 派飯盒 親手 第二點 就是他發表講話的時候 都相當無賴 他說 相信正義永遠站在他們那邊 你真厲害 原來站在你那邊的就是正義 豈不是站在你對面的就是邪惡 聽說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你那邊 計算那些中票 旅遊巴 都是只有四成選票 而站在你對面的那群人有六成 即是主流民意 全部都是邪惡的 全港六成多的選民都是邪惡的 你言下之意 你前台詞 是不是想這樣說呢 這件事就非常嚴重了 對於市民是一個相當大的警示 為什麼呢 如果這場運動一旦輸了的話 就會非常嚴重了 不單止面臨政治清算 還有歷史往往是由這些勝利者來編寫的 如果林鄭大鑊全勝的話 那會怎麼樣呢 就是市民大鑊 因為正義的一方就變了由他來定義 實際他哪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大家都知道 鎮壓人民 警察就行使私刑 濫用武器 濫用化武 而且還破壞法治 這些原來就是告訴別人 是站在正義的一方所做的事 那真是恥與為悟 加上你這個公關show 淪為了圍勞互撐 根本無視主流民意和選舉結果 而且根據HK01的報導 他還說這些說話 他說自己支持警隊 今天到訪 希望警方繼續支持他擔任特首 現場的警員大力鼓掌 這些就是正正的圍勞互撐 你出街上有沒有市民會對你報議這個掌聲 我猜猜就有很多 整班人繼續在平行時空自欺欺人 大家只要看看林鄭最新的民望 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公佈 12月20日公佈 你最新的評分只有19.6分 支持你出任特首的只有一成二 包括在現場拍掌的警察 反對的有八成一 你想想其實藍絲也不是每個都妥你 對不對 所以你就繼續圍勞 在警隊裡頭 第三點 林鄭和香港警察已經坐同一條船 至於是否拆船 或者是否會沉船 他們自己才清楚 林鄭說到一件事 她說相信全港市民 甚至是一些在國際 因為被蒙蔽而批評香港警隊的人 遲早就會知道 香港這支卓越的警隊 是特區政府最大的資產之一 又說到述職期間 習近平主席公開表示對警隊的支持 很多中央官員私底下都會對香港警隊表示敬意 老實說 你這個警察算是甚麼資產 如果你這個警察是特區政府最大的資產 這個肯定就是負資產 林鄭 香港最寶貴的資產是甚麼 是我們的青年和學生 他們才是香港未來最大的希望 未來香港的主人翁 而不是你林鄭月娥或香港警隊 你們都已經窮途末路了 還要死硬 無視主流民意 無視五大訴求 在這裡繼續做公關show 自嗨 有用嗎 希望在新的一年 那些侵犯人權和打壓民主的人 盡快得到他們應有的制裁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